我們東海大學的林校長 還有我們市政府的 教育局的蔡科長 還有我們建築師洪經理 還有我們在地的建安營造的陳總經理 還有今天參與我們第二十屆金子獎 特有的工程觀摩的與會各個單位 大家好 那我們很感謝那個台中市政府教育局 還有東海大學 東海國小 國小 然後 讓我們來今天可以來看這個特優 特優的一個建築的一個工程 那讓各位來這邊有一個學習的一個機會 那剛才校長也說 他們很驚訝說一億多的金額可以拿到特優 我想這個工程一定有他的一個優點 讓評審委員認為說他值得拿到特優 所以今天我們等一下聽聽金竹師或是建安營造的一個說明 那我們等一下會到現場去看 那也希望說各位可以 踴躍的提出一些問題 那 回去的時候可以對自己單位的一個工程有一些學習跟觀摩的一個機會 那這邊是不是請校長可以跟我們說明一下說他在這個學校聽說只有104年才建校嘛 所以是短短的時間短短的時間 那從以前的一百多人現在到六百多人 可見那個他們辦校是非常成功的那一定有他的一些想法跟理念 那我們是 歡迎校長跟我們說幾句話 好 大家早安 歡迎到東海國小來 我是東海國小校長 我叫林佳玲 那102年這邊還是一片荒地 台塘的一片紅土地 我就來這邊當校長 那整整這樣八年過去 是從無到有 那各位你們各位貴賓 你現在在這個場地是我們一起校舍 一起是另外一個營造廠 另外一個建築師 那我們這次的重點是在待會我們要去參觀在後面 學校比較後面是二期 是由我們建安營造 我們今天陳 陳總 親自來 然後建築師因為有事 他派他洪經理也都親自到場這樣 那 就是待會 請大家不令就是提出任何的問題 那因為寒假當中 已經寒假放了11天 那沒有學生打掃 校園比較髒亂服務步驟的地方 再請盡量這樣子 那我想我們就 是不是就把握時間 就由我先跟大家開始做簡報 然後接下來會有 建築師事務所 然後在營造廠 然後之後我們再到二期 分組去做參觀這樣子 那不好意思麻煩我們第一排的長官 到前面那一個 前面就坐 謝謝 那等一下我們簡報開始 再幫大家手機調一下震動 大家好我叫林佳玲 最後一個字是靈活靈魂靈巧 林佳玲 你要倒著你也沒關係 林佳玲 我從後面林佳玲 好那 這是我們今天簡報的大綱 原則上就是會有三個部分 學校就像剛剛處長講的 就是從104開始招生 今年第六年這樣子 然後學生已經從100多人變到現在600多人這樣 從7班進入到23班這樣 那學校是一個狹長型的 像航空母艦 整個是很狹長 前後高低差有11米 然後長度有200多公尺 然後寬度大概只有4、50公尺的一個 一個狹長型的校地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在的是在前面很前面 一期校舍 但我們會往後走100多公尺去到後面二期校舍 二期校舍這範圍主要有一個中和大樓 一、二樓是教室 三樓是活動中心 好那前面後來又 有一個球場、操場球場這樣子 那整個工程的基本資料 大概就在上面這邊 那我想 學校一邊有學生在上課 那一邊又有工程 對學校來講或是對 營造廠來講都是一個挑戰 不管在安全或是 或是那個教學安寧的部分 那你看喔 左下角那張相片就是 本來那個卡樓非常不好 然後SARS車要從剛剛你們進來 那個那麼狹窄的門口進行出出 那勢必會造成很大的噪音 安全問題 那還好就是 我們在多方協調之下 隔壁剛好有一塊很大的地 就是我們就是 跟隔壁林地借變道 從另外一邊 當一個工地的出入口 那學校二起那邊在完工之後 我們是很 以學校來講 我們就是 用雲端的這種方式 然後請各班老師 仔細的去驗收 然後 用手機 Google表單 然後去點選 然後所以 營造廠有一些 就是可以調整的地方 我們在 驗收那個階段 就是都很 惡敵的 去做檢查這樣子 那說實在的 各位都是專家 各位貴賓你們今天來這裡都是專家 一個學校好的這些品質 像我學校是學教育 這並不是我專業 但是還好就是 整個現在工程制度都很健全 除了有 建築師事務所這邊監造的一個把關 那當然教育局 我們委託教育局工程營善科 工程營善科 除了科長 經常來之外 那另外有個專門的承辦人 承辦的祭事也都會到學校來 所以整個 品質管理的一個 整個督導制度 從左邊的教育局 一直到 學校端 一直到 建築師事務所 一直到 那個營造廠 整個當然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互動 那 因為這個案子 我很感動的就是營造廠 他們有心要做好 把它做到最好這樣子 那他們寧願多花 很多的人力跟 精備 所以我們 還有在教育局 的一個努力之下 我們幾乎是 像這個簡報上面寫的 我們就是 都會有外聘督導 而且不是只有做做樣子 就真的很努力的做外聘督導 所以是 台中市的一些 各個工程考 我們成績也都很好 就是都有85分 甚至一次一次比 更進步 達到86分以上 然後代表台中市去參加這個 公共工程禁止獎的比賽這樣子 那一般除了一些查額點驗收的那個時間點之外 那學校這邊 我們也都參與每次的一個 一個 討論跟進度 還有品質的管控這樣子 那這個都是品質的相關一些資料 那很抱歉就是 因為這個案子已經撤掉大概快 就是大概暑假之後就撤走大概快半年了 不然旁邊本來有非常多的一些文件資料 這個部分再請營造廠待會再跟大家補充 或是你們有任何的興趣的話 我想他們應該都不令告訴大家這樣子 那因為是台中市的案子 所以教育局長下面教育局長或是上面盧 盧市長也都很關心 都親自到這邊來 做了一些協助跟指示這樣子 那整個的進度 不但沒有落後 而且還最後就是都還有提前完工這樣子 那學校對於工程的想像就是 我想一般的動土典禮大概都是一些貴賓 關蓋雲集 在那邊動土典禮 但是我覺得學校是教育單位 所以那個在一開始動土典禮的時候 那個土堆營造廠就幫我們做大一點 所以有另外一面就是 學校挑一到六年級各個學生 就一起參與這樣的一個動土典禮 那學校剛好一起這邊 二樓有一個平台安全的距離範圍 一般我們都說小朋友不要靠近工地 會發生危險 但是那個地方其實距離工地 有一個高低 然後看得到 然後又安全的地方 所以 每天我們都會把工程進度 例如說是 那個 下面的地基開挖啦或是 或是鋼筋綁紮或是 就是整個工程進度小朋友都可以在這邊 看得到這樣子 那我們學校有 有一屆的畢業生 就很可惜 只能看得到用不到就是要畢業了 那其實他們就跟校長說 那像我們好期待能夠進去用 不過要逼了 那我們就在做好的那個範圍地下室一樓那個範圍 那在做好相關的安全措施跟引導 那也讓小朋友去進到這個工地 然後去跟這些 這些工程師們 就是各個工程師們 就感謝他們 能夠蓋這個學校 然後給大家使用這樣子 那學校另外在相關的文宣 聯絡部啦或是你們這樣手上的L甲 也不斷地跟家長宣導 讓大家有個期待 對二企的一個期待這樣子 這個待會大家去 在二企那邊的廁所 每一個門板上面都是我們大杜山有關的 動物啊 植物 昆蟲 鳥類這些 像這間二樓是一個指斑點系列 那電梯你上去往上面的天花板上面 也有教育的意義 上面就是大杜山常見的花生 漢作作物 地瓜然後百合這些 就是處處學校能做的 因為我們是教育單位 所以我希望達到一個禁教 環境的一個禁教這樣子 那甚至像 像外面的這些地方綠美化 待會大家去看 都雖然已經經過半年 但是我們很用心在維護 植物也都長得很茂盛這樣子 都能夠 抵擋一些空污這樣子 在當初的設計 然後可以遮應可以節能減碳 那大樓有一些設計 我們都讓小朋友親自參與圖畫 所以你待會會去 一些地方 在二樓那個地方 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小朋友的作品 尤其是對二期工程 的一個 觀察 好 那 二期這邊 因為也很多人來參觀過 我們學校創校到現在 已經有182個 團體或客人有來參 參訪過這樣子 那這一頁都是 在講這個部分 那整個二期完工之後對學校來講有很大的用處 你看左上角 就是我們創校 六年來從來沒有升級過 因為以前只有一期這邊 也沒有一個國旗 國旗升級台 那二期那邊完成之後 左上角也是一個升級的活動 那右下角是一個運動會 學校也從來沒辦過運動會 學生大隊接力 都還不會跑 都要訓練 是一個蠻特別的一個地方 好 那二期因為 大家努力 絕對不是只有學校的功勞 我相信就是教育局 建築師事務所營造廠 跟學校四方的一個齊心努力 所以在工程當中 營造廠也很努力 就是拿到 金安獎 然後金安新獎 建築師國家作業建設獎 以及這一次的 公共工程金子獎的一個特優 這樣子 好 那我想 以學校來講 學校不僅是一個教學的場域 還有我們學校 大部分來參觀 剛剛來講來參觀 都是參觀校園美港環境再造 那學校環境教育是很重要的 那我想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開始 那我的報告部分就先到這邊 那接下來我請 建築師事務所 洪經理來為大家做 設計建造部分的報告 那接下來由設計建造單位做後續的一個報告 那簡報大綱 分為七大項依序後報 那其實我們 東海國小二期的校舍 他的整個預算 只有82300多元 那整個絕標價其實不到8萬 那如果以這樣子的量體跟現在的一個物價 那我們要 完成這樣子的案件 其實是有相當的困難 那還好在各界的一個共同努力之下 其實我們如期如指如度的一個完成這個案子 那這個案子的一個設計基本上 他的耐風耐震還有 耐袖防腐 那都是以取得最簡單 然後學校以後最容易 維護使用 為原則 那在我們的設計部分 我們主要都是讓全校能夠達到無障礙 通道的一個串聯 然後 有高低差的部分 我們會設置相關的一個升降設備 那所有的一個規劃設計 其實都是以符合 國小學童來使用為原則 那包括說 洗手台的一個高度 洗潮的高度 還有小便斗的高度 那這個案子的一個整個規劃 主要一樓跟二樓 都是以 教室的模具來做設置 那地下室的部分為停車場 三樓的空間主要為 活動中心 那我們 整個 外牆的一個造型與會 我們主要是以藍天白雲 那配合雲朵休期平台 來做一個整體的一個規劃 那所使用的材料其實是 以耐久還有義渠的 義維護的材料為主 所以說等一下待 大家過去參觀的時候 可以發現說其實我們用的材料是很 普通的一個材料 那在土方的部分因為 這一塊 土地其實是跟 台糖做豬刃的一個使用 所以說所有的土方我們是跟 台糖這邊做溝通之後是 架構產子來做處理的方式 那繳回台糖公司 那在設計初期的部分其實我們針對 架子工程有做相關的一個研修 那這個案子其實他在三樓他是一個 活動中心 一個球場 那其實一般來講 中空樓板的設計 他有做懸任鋼管 還有 保利龍球中空樓板 兩個來做比較 那我們這個案子其實經過 價值工程分析 跟效益 我們是選擇 一般在豪宅 比較常使用的 保利龍球中空樓板來做設置 那在支撐工法部分其實台中他是一個軟粒 使土質的一個 地形 那因為我們的腹地的話 有部分是會有 地界比較近 部分是比較屬於校園的空地 所以說 我們在整個擋土的分析 我們是採取 一半做協稱 一半做明蛙的方式來做設置 那我們在整個 設計初期 我們針對現地的相關植栽 做相關的一個詳細調查 然後在施工前先做 遺址 然後減少最對現地的一個破壞 另外我們得一個植栽的選擇是 選擇校園內既有的一個樹種 還有大杜山原有的原生種為主 另外的話就是因為這個校園其實他是小而美 那我們在設計的一個初期 其實我們盡量能夠做 立體立化的部分 我們都是盡量做相關的一個規劃 另外就是建築物的一個完成 我們 要跟周邊的一個環境達到相關的一個協調 那包括說二期的建材 我們盡量沿用一期的建材 還有 它的設計跟與惠 然後讓整個 一期二期還有周邊的環境 做一個融合 那另外的話我們這個案子其實有很多的管路 我們都是採取民館的設置 來降低以後 學校的一個維護成本 那另外燈具就是採取目前最常使用的LE的燈具 另外的話在地下室的部分 我們有設置採光天井 然後利用自然採光來達到一個節能的一個效果 那另外的話就是我們三樓活動中心的部分 我們是利用浮力通風散熱的一個效果 那待會大家到現場去參訪 的話可能可以感受一下 其實 我們在三樓做適當的一個開窗 那讓大渡山的風 其實即使是在夏季 它也是能夠有 有一個對流的一個效果 那另外的話就是我們在有效的校地內 增加立體的一個綠化 另外達到保水蓄水的一個效益 另外這個學校它比較特殊的是 因為為了達到通風效果比較良好 其實我們是採取 三樓拉窗的一個設置 這個大家待會可以去參訪一下 那其實 三樓拉窗的一個設置 它的一個開口面積可以變大 那其實它的單價是跟一般的履床是 價差是不大的 那另外的話就是我們的一個 規劃設計 其實我們 在完成之後也委託逢甲大學 來做現場的一個實測 然後在相關的一個 通風三點平均 的一個溫度濕度 還有風速的相關的一個檢測 那整個檢測的一個結果是符合 舒適的一個評價 這是相關的一個檢測的一個 模擬成效圖 另外在我們在設計階段 就完成了相關的一個 施工風險的一個評估 那針對高風險的項目 那我們先做 預檢 然後來 做相關的一個預算的邊列 還有圖縮的繪製 來達到 降低風險的一個產生 那我們的整個 動線的話 那我們 已經有規劃完整的一個救災通道 還有防災的一個廣場 那安全結構分析部分 主要都經過計事這邊來做一個相關的一個檢核 那包括地震率的計算 風力的計算 還有 相關的一個總和檢討 另外的話 我們的三樓因為是活動中心 所以說我們的屋頂是採取 大垮度的一個鋼構設置 另外的話外牆的部分 因為擔心說日後 的一個磁磚會有容易掉落 所以說我們的外牆主要都是用耐厚性的塗料來做一個 實作 另外的話考量到 剛構屋頂日後的一個維護使用 所以說我們在 設計階段其實在屋頂就有規劃相關的一個安全扣索 這是相關的一個安全綁圖的評估 這是現場實際上我們在預算編列的一個 跟現場試做的一個相關的一個資料 那我們所有的職安位的費用 我們都相識編列 那整個 這個案子一億多 那職安位的編列就達到一千三百多萬 那達到總契約價金的百分之十三 另外在 材料部分 我們在 圖縮上面就已經有先規劃 我們的 水泥含量 我們要求要達到百分之八十五 也就是它的如死灰灰的添加物 我們只容許百分之十五 那在泛水的部分我們也想使得一個規劃 那這個部分 其實這一次我們現場的一個泛水師做 也得到委員的一個認同 就是施工廠商他這邊 其實他這個泛水是一體成型 那包括這個 這個 所謂的 交水 其實 是 現場一體成型 那 整個質感跟效果都是 達到委員這邊的一個贊同 另外的話就是我們在屋頂層的部分 其實 我們是利用 相同材料 然後些許的一個 落差 達到有效的一個泛水 那這個部分在現場 其實 我們 有 也有馬上 試驗給委員看 其實這個 排水效果都是相關 相當良好的 那這是相關的一個 試水的一個照片 這是 中空樓板的一個 絲作的相關一個 紀錄 這是現場的一個 立體 立體綠化跟 公共藝術結合的一個相關照片 另外的話 剛剛這個部分校長已經有報告過 就是 我們在整個規劃的階段 其實我們有所謂的一個 藝術走廊 然後 我們將 整個學生對 這個案子的施工過程 所有的印象 其實在這個藝術走廊 呈現出來 這是現場的一個相關佈置 另外的話就是 VRM的一個設置應用 施工 現場監照部分的話 除了落實監照計畫的 詳使登載之外 那相關的一個會議 還有協調 那我們這個部分都依照 規定去 執行 那比較特殊的就是因為像這個 中空保利龍球 其實 一般的公班比較少 失作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在施工前 是 真的邀請相關的一個公班 做現場的一個 檢討 那先確實 完成相關的一個 固定所顧的 方式確認之後才現場執行 那進度品質及 治安控管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們主要都是 召開雙周會議 然後確實去檢討相關的一個 現場的進度跟治安 那有關現場實際上去落實的部分 這個部分相關的照片 因為眾多可能請 相關的一個 參訪人員這邊直接做殘月 那這個案子 其實我們在現場執行上面可能跟一般的建築師事務所比較不一樣的就是 我們除了 建築師 會落實現場的督導之外 其實我們的結構 其實我們的結構技師跟水電技師在整個施工的過程 其實他是落實所謂的 建造 就是結構跟水電的 的建造作業 所以說他們都到現場會 可以 做查驗 那並留下相關的一個紀錄 那另外的話 我們在 內外部積合部分 我們所採取的方式是 不同的工地 做交叉積合 這是相關的一個現場查驗的 照片 另外我們只要遇到地震跟蠔雨 我們都會要求 現場的人員要 確實來做巡檢 並做 安全回報 那另外 的話就是我們在混凝土的交叉過程裡面 我們除了駐廠跟車 做相關的一個抽檢之外 那我們會要求我們的同仁 不定期的到混凝土廠去確認 他的 現場的出料配比 跟我們當初的送審是一致的 那這個部分可以 預防說 他們有所謂的AB配比的一個 產生 那這個是相關的一個現場 相關 整磚的一個部分 另外事務所針對 企業責任 員工安心 還有品質提升部分 那我們會不定期的 辦理事務所的一個 設計監造的一個參訪 那另外我們的所有的 品管 職安的上課跟回訓 我們 事務所是採取全額補助 的一個方式 那另外的話我們也提播了 所謂的一個獎金制度 包括金子獎金安獎 還有工程查核的部分 那我們 也重視員工的一個保險 那包括 團保的部分 還有這一次的一個防疫險 其實我們是 全部由事務所這邊 出資來幫 員工這邊做一個投保 那另外這一個案子 其實 在 金子獎評選的 階段其實他是一個完工使用的一個 案子 那我們其實在 當天委員也很重視 就是我們所謂的一個維護管理的相關的一個作業跟資料的流存 那我們相關的一個 設備移交 的一個教育訓練 還有相關的一個資料 我們也確實移交給校房這邊 那接下來由事工廠商做 處長各位先進 各位貴賓 大家好 那以校遊事工廠商 進行簡報 那公分5個大綱 那請參閱 那本公司 由 本公司總經理 陳向詢先生擔任 本計畫的主持人 那這是我們各個成員的經歷 那都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在本案進行相關的職務 執行 那計畫書的部分我們是在10月15號開工 那我們三大計畫書也都在開工前 即進行審查核定的作業 那各項施工計畫材料設備及施工圖的部分 我們也都依預計的計畫 在現場施工前即完成 送審核定的動作 那本案總共有181個項目 那在施工藥領的部分我們也是現場依據各個工項會邊邊列施工藥領 那現場執行的部分就是依施工藥領的流程 那施工廠商這邊進行三級品管的自主檢查 那依檢驗的停留點提報相關的資料 給建造單位進行相關的查驗完成以後再進行結束的工作 那在材料品質的部分材料我們也都是依據先審後進先驗後用的原則去進行各個材料的使用 那在本案材料設備檢驗合格率的話 目前是大完工也是百分之百都是合格 那本案重要的材料設備 取樣的次數共有286次 那施工的部分我們就是 以鋼筋為例 那我們也都是各項材料的取樣送宴都是依據施工規範以及突說 的規定 那依規定的項目頻率去做現場的取樣送宴 那取樣送宴完經實驗室 實驗室成果以後 由施工廠商這邊進行判讀後送交 簽照單位確認合格以後進行使用 那自主檢查的部分 本案總共執行了882次 那缺失的部分共有24次 那當然在初期會有缺失比較多的狀況 那本案也是 施工到後續都是缺失是收斂的狀況 那到最後 合格率的話是97.28% 那內部品質集合的部分我們公司有內部集合小組那依美劑對本工程進行內部集合的部分那本案共18個月那總共累計執行了6次的內劑那請參閱 那在文件的管理部分除了詳列各項文件的表單以外 那還有再進行一個顏色的管理讓現場施工人員以及 查驗的人員可以清楚的知道文件的 的位置以及記錄 那也對工地執行的狀況有詳細的記錄 那在職安會環保執行的狀況我們也是依現場實際執行工項的部分進行每日的職安巡檢那如果有發生發現缺失的部分就會立即通知施工廠商進行改善那如果有立即危險的部分也會當場停止施工的作業那進行相關的改善完成以後再接續施工 那在職安環保的部分機具重要機具的部分進場前他都會提報申請單進行進場的申請那機具進場後也會進行一級三陣的檢驗以及相關重要項目的檢查以後再進行施工那在施工人員的部分也是每日進行工具箱的會議 那職安會環保執行情形本案至結案總共檢查了一百一千兩百四十一次那合格率是百分之九十六點五三那各民序表請參閱 那這是各工項分布的情形請參閱 那在施工架的部分因為施工架在結構體工程執行中算是很重要的一個項目那我們也在搭架的 一開始搭架的時候即進行底部的PC的膠質並且依規劃的施工圖去進行現場的榜樣進行搭設那在施工架搭設前我們有請廠商進行工法的展示以及搭設標準的設置讓施工的時候可以依據這個標準去做現場的搭設以符合安全的標準 那在進度控管的部分除了我們每日在公務所會進行每日進度的檢討以及明日施工項目的與工班的協討討論外 那我們每週還會有交易局會在派員進行現場進度及文件部分的查核那在雙週的話我們會召開建造會議 針對現場的進度工地執行困難的檢討及解決的問題進行相關的討論以及解決那每日的話教育局也都會在外聘委員來進行現場的督導 那當然每日每個月我們也會都在進行對施工廠商的教育訓練及協議組織的召開 那本案從開工到竣工皆無落後的情形那最後也在在嚴謹的管制掌控下那最後也提前了20天完工 那我們在各工項的部分也都有在現場進行各個工法展示的建立那讓施工人員有個依據以及進場施工的時候 依工法展示的標準去進行現場的施工 那各項材料也都有建立樣品板的部分進行現場進場查驗的核對 以及那個取用 那在施工嚴謹度的部分我們在回田的部分也在回田的區域進行分層的標示那現場執行的部分也是一分層夯實完以後進行工地密度的取樣 試驗完成以後再進行接續下一層的施工 那現場現場施工細節的部分我們在模板的模板的底部都會留色清潔口進行灌槍前清潔的動作那在現場施工的部分也都是 就是甲板的部分都是依標期對陣去進行鋪設那施工前也都有設置全面設置標高器以及模板灌槍品質的控制那混凝土通管沙漿的部分都是一律有求打在結構體外 通管以後再進行結構體混凝土的膠質那灌槍過程中確實的震動倒石以及鑄精我們是採用軟質泡棉去做包覆的動作避免灌槍造成混凝土受鋼筋鑄足菌受混凝土的汙染 那機墊的部分他們也都是在甲板完成清潔後進行各個精準的放樣那並依各個系統的話做不同的顏色管理以及預埋件的埋設那以增加品質管理的部分 那我們本案就是有一個三樓它是活動中心那設計建築師這邊是有設計一個中空樓板的部分那這是需要比較精準施工的部分那我們也在施工前即進行了施工圖的會制那也召開 以各工班鋼筋模板機墊都召開施工的說明會以及障礙排除的會議那經過檢討以後再進行施工那現場也是精準的去做放樣施工位置的標示那成果就很精準那等一下去現場可以再參觀 那在施工嚴謹度的部分我們在防水的部分在結構體就即進行了防水的測試那在防水施工完以後也是在進行72小時的漏水測試那在地下室外牆的部分我們有在偵做地下室外牆的防水那因為本案它是在山坡地 所以它設計因為沒有地下水所以在設計的時候是沒有設計外牆的部分那我們是在偵做防水的工程去增加那個結構體的耐久性那截至完工至目前為止是尚未發現有漏水的情形 那各個材料檢測試驗的部分也都依據頻率送驗那也詳實的紀錄以及拍照存證 那這是履窗風雨試驗的部分也會同教育局及學校單位進行相關的試驗讓他們也了解一些試驗的內容 那在混凝土管制的部分那我們本案統計全案完成統計後那也在標準差也落在25.3那也達到最佳的等級 那材料的部分我們也都材料每批進場就會進行相關的材料規格的檢驗 檢驗合格以後再進行現場的使用 在文件管理部分我們現在都是透過那一座即時的管理現場有任何的狀況有即時就是回報在群組上那進行相關的討論以及解決方案的 的確認那文件的部分我們有設置雲端的雲端的資料系統那我們現在的資料都是上傳在雲端在不管是公司的管控還是 還是各工地的運用都可以即時的使用 那這是在移交學校 移交學校後我們也會做進行相關的重要設備的運轉測試 以及相關重要設備的教育訓練 那讓學校在後續使用上沒有問題 那這是現場執行 中各項的那個職安會的措施 那請參閱 那這是在碰到地震以後 我們工地也隨即進行施工架的檢測 那確認施工架沒有受到地震的影響 安全無語後那在在給施工人員去進行使用 那我們就是會有職安人員會同施工廠商的作業主管進行現場的全面的巡檢 那在職安會環保的情形也會對周遭的環境進行清潔整理 定期去做 那本案也有進行風險評估 那針對高風險的部分 我們會提出改善的對策 那藉由改善的對策去降低風險的等級 提升現場施工安全性 那在工法的部分 我們也在現場的話 就是在模板的部分 也有採用預阻的方式 在進行現場的調裝 減少施工人員在高空作業的時間 那在材料的部分 我們在中空樓板也採用防火的保力龍球去做現場的使用 這都是提升職安部分的作為 那在鋼構吊裝的部分 我們都是採用自動脫鉤器 可以避免人員在高空的作業 那也採用安全吊龍 在做鋼筋散料的吊裝作業 提升它的安全性 那這是工地在執行中 所準備的一些職安設備的部分 那本案比較特殊的我們是有設置AED的部分 那除了我們在工地執行一些操作演練以外 那我們也會聘請一些專家再來工地 對我們進行一些教育的講習以及訓練 那也建立緊急送醫的路線 那這是施工過程中的一些指安照片 那剛才有提到說 因為我們為了維護學生的安全 以及對學生上課品質的提升 那我們有建立有另外再另批一條施工便道 那施工便道的部分 我們就是在鋪設在出口的部分鋪設增設鐵板 那在動線過程中也都採用環保回收集配料去做前面的鋪設 那行也有鋪設部分的稻草工人員行走 那在工區周邊也都進行工地圍裡的綠化 那這是材料進場以後 我們針對中空樓板防火保利熔球去進行做燃燒的測試 那本案也有建立病 那在施工前及建立全案的模型 那進行衝突的檢討 那重要的設備 也把它提升到RODE400的等級 那我們也在施工的部分 把一些開口來及施工架導入病的檢討 那也去做提升施工安全及施工品質的使用 那這是並各階段的圖面請藏好 那就是施工動線的部分 我們剛才上來的話是動線就是這一條 那後來我們就是另外才從隔壁租那個借用一條道路 那由中港路這邊直接進入到工區進行施工 那跟學生的施工區域這邊進行區隔 那以減少對學生上課的影響 那在施工過程中 學校如果有反應說比較噪音比較大的部分 那我們也在重點的區域去設置一個隔音網的部分 那以減少對學校上課影響的部分 那在混凝土的品質提升的部分 那原設計是水泥用量到85% 那本公司也在重要的部位 在一樓的樓板以及屋頂樓板的部分 我們將水泥的用量提升到100% 那增加一些安全以及防水的性能 那這個部分也都有提送相關的送繩去檢核 送繩完備以後再進行使用 那在施工架的部分 標準的話是垂直距離是4.2米 水平距離是3.6米 那因為本公區位在大杜山上風比較大 那我們也自行提升 垂直間距縮短到3.7 水平間距縮短到1.8 那以強化施工架的安全性 那這個都有經過 那個結構技師的簽證 那施工現場施工品質的部分 我們也是全面每個樓層 都是設置標高器以及施作防水粉刷 那整體粉光 那以提升灌漿完成面的平整度 以及施工的品質 那這是外牆防水的部分 我們也增設了塵縫的防水 以及在回填過程中 我們加鋪了PS板進行混凝土 進行混凝土完成面的保護 那也是進行分層的夯食 那本案截至目前就都沒有漏水的情形 那在鋁門窗的部分 因為也是考量在這邊的風比較大 所以我們在大窗的部分 我們都有提升以電焊固定的方式 去取代傳統固定片的施工 那提升鋁窗的受風能力 那在塵縫的部分 我們也都是以地壓灌柱 進行保持穩固的施工 那鋁窗的部分 鋁窗我們也在事前 就有進行詳細的討論施工圖的 討論 那現場的話 大垮鋸的部分 我們也都是在地面上 就進行域主的作業 然後吊掛上去施工 那像我們在柱的部分 我們也都在針對裡面的各個配件 都有進行詳細的施工圖的套繪 那這是完成的照片 因為這個其實光螺栓以及加鏡板 就已經把大部分的區域都佔住了 那這個設備這個排水管的部分 即需要精準的施工去完成它的施工量 那本案全部的鋼構吊裝完成以後 有達到無動火以及無擴孔的修改 那這是積電的部分 在施工出去 我們集隊全案進行討論以及檢討 把一些設備都是集中管理設置 那在各個樓層的面板的部分 也做整合以及規劃去做施工 那在線價的部分 我們也再把線價提升為線草 去做現場的施作 那本案也融獲108年的金安獎 那也在各個單位的用心指導以及執行下 也融獲國家卓越建設金安心 以及市場頒獎的肯定 那最後就是在本次第20屆的金子獎 融獲特優的榮耀 那這是公司也是針對永續發展 員工照顧企業承諾及教育訓練進行 請參閱 那我們也在職安的部分 公司也 我們也在職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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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解一下 我先重新和區 請給大家 請給大家 請問 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听完了学校建筑师还有我们既然营造的简报了 那他小小的不要说小工程了 一亿多的工程了 你看他还在底价底下 而且又提早完工 可见 其实我待在工程单位也很久 有些包商会抱怨说 你们那个查核那么多 书面资料准备那么多 影响到他整个正常施工的进度 可是看这个工程 事先的准备其实是减少事后错误的发生 甚至说你因为过程中的一个失误 然后造成你工程上品质的一些瑕疵 你或许需要拆除重做 甚至后续的整个不管是漏水 还是其他的一个因素 那这个都会造成 营造厂商的一个后续去做 不管是保固还是处理一些成本 那照程序走 其实不会增加 整个施工的一个时间 或许你看还可以提早完工 我想这个就是 他为什么会得奖的原因 其实从刚才简报 从学校你看学校的用心 为什么会 我现在知道是 为什么会从一百多人变六百多人 校长那么用心 其实小朋友那么的喜欢这个学校 那大家回去了 当然会跟家长讲 家长就跟其他的家长讲 大家就是会很踊跃地想要来 这个学校就读了 那当然也可以看到建筑师在这个 帮他们做二企建设的时候 设计的时候 一些用心的想法 也考虑到学校 他当然不是 专业的工程单位 他日后要对这一栋大楼做维护管理 我觉得是有相当的一些困难度 所以他考虑到用一般的建材 维修容易 然后事后 当然一些整个程序的一个交接 我想这个也是学校 总务单位未来要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他的所有的操作维护管理都是 一个建筑产生很容易的 后续要使用可能必须要三四十年之间 他必须要去做不停的维护管理 我想这个才是重点 那当然也可以看到建案移造的施工过程中 非常用心 我觉得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厂商这么用心的 那个去 帮学校 然后去考虑 不管任何的因素 然后他的整个过程当中 除了自我要求 然后自我要求把这个工程做好 把这个工程做好 那其实 其实 我是建议的 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直接到现场 然后有问题就直接发问 然后假设 还有问题我们回到这边 中午是在这边用餐吗 我在隔壁嘛 用餐的时间 还有没有问完的 可以再提出问题 因为我觉得到现场 实际上去感受会 会比较贴切 是不是就照我这样经营 我们就直接到现场去 那等一下我们洗手间在外面这边 然后等一下我们就集合一起 一起带队过去